唐嫣新照转型总公路线惊艳众人,却被指责有意模仿范冰冰。 都说娱乐圈美女云集,而且加上镜头的原因,其实很多女星的颜值到观众眼里都是被拉低的,所以可想而知明星本人到底是有多光彩照人了,因此网上总是会有一些贴子和话题,专门是用来讨论明星真人和照片对比效果的。 然后在这些话题下面,就会有很多群众自发的爆料自己见过的明星真人,基本上个个都是有一种惊为天人的感觉,而像唐嫣、范冰冰这种,在屏幕上就已经够惊艳的女星,想必到屏幕之下也是人群中最闪眼的吧。 其实说起来范冰冰和唐嫣相比,群众似乎对范冰冰的认可度更高一些,一方面肯定是跟范冰冰在娱乐圈的一龄有点关系, 另一方面还是因为范冰冰留给观众的印象,又帅又妖娆,放到现在来说就是柯阮萌可霸气,男女同吃,相信大家一定听过范冰冰的范爷称号。 其实在很早之前,范冰冰的演艺路线还是十分单一的,就是大部分靠颜值偶尔靠实力的女神, 但是自从范冰冰进军时尚界之后,她的造型就多变起来,长发短发都能稳稳够住,因此也就衍生出来了两种差异十分大的形象, 一个呢是长发飘飘气质摇摇的美艳女神范冰冰,还有一个就是短发霸气帅起来直让人飙鼻血的范爷。 然后在陈蔓的相机下,范冰冰的这两种形象被更加突出独立化, 但是又以长统一的能够被被范冰冰一人hold住, 所以从那之后范冰冰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就愈发的高大上起来, 也正是因为有范冰冰做开端,所以圈内很多女星也都开始尝试这种中性风格。 也就是平常网友老说的总公路线, 本来以为像唐嫣这种专走甜美路线的女星, 是不会去尝试这种中性风格的, 结果没想到唐嫣走起来居然异常的有范,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前两天在网上流传的一组唐嫣新写真, 在照片中唐嫣一改之前甜美的风格。 摘掉了美头换下了公主裙, 穿上简洁又干面的持装, 整个人看起来和之前完全不同, 虽然有的照片可能就只有黑白两种颜色, 但是唐嫣就是给人一种气场超强的感觉, 受到了不少群众的点赞, 但是在点赞之余, 还是有很多群众提出了质疑, 认为唐嫣这组照片有模仿范冰冰的嫌疑。